文章来源 海边的西塞罗 其实无非常识 各位好 架不住一些朋友的一再点题 乍起胆子去说一下此次福岛和排污的问题 为了不引发不必要的争论 不得不改变一下文风 只说事实 不做更多的知识之谧和文词修饰 会比较简短 大家尽量跟上 一 首先 大家最关心的 福岛这次排出的核污水 和一般核能发电站排出的核废水 到底有什么区别 直接了当地说 如果日本方面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 监督下所公布的数据都属实的话 其实没有任何区别 也就是说 假如我们搞一个双盲测试 把一瓶福岛排放的核污水 和一瓶普通核电站的核水 放在一起检测 在日方公布数据属实的情况下 你是没有任何办法检测出谁是谁的 当然 我知道部分国内营销号会和理讲 说什么正常核电站核废水 不接触反应堆的堆心 可是福岛这次核排污 排出的污水 穿过过堆心 可是这种宣传 其实是只告诉了你一 没有告诉你二 如果日方公布的数据属实 福岛的核污水 虽然穿过了堆心 但是会经过一系列的后续处理 过滤掉绝大多数 绝大多数放射性同位素 只有两种放射性同位素 是没有办法经过处理手段过滤掉的 那就是轻的同位素刀 穿 它们所形成的重水 在化学性质上 与普通水 几乎没有任何区别 普通核电站冷却反应堆 所用的核废水 也会在反应堆的中子辐射下 形成一部分重水 但人类已知的低成本手法 无法将这些 有放射性的重水除去 因为刀河穿被锁在水分子里 它就是水体本身 普通过滤 是过滤不掉的 明了这个基本常识 你就知道 中文互联网上 现在有一些指责 简直接近反制风化 比如质问 日本为什么不花大价钱蒸发 甚至电解和污水 非要往海里面排 还不是为了省钱 其实这种质问是不科学的 即便把重水蒸发成了水蒸气 它依然最终会通过下雨 凝结等方式 最终汇入自然界的水循环当中 与直接合排污 仅仅是朝三暮四 还是暮四朝三的区别 至于更昂贵的电解 且不论这样处理 到底要花多少钱 电解出来的氢气 依然是含有刀河穿的 其放射性也没有消失 且电解一百多万吨 谁所需要的电能 更是一个天文数字 这些电能从哪里来 核能发电会产生更多的重水 化石燃料发电 其制造的二氧化碳 所加剧的温室效应 远远比辐射更严重 所以这两条途径 除了费钱之外 都是换汤不换药 且得不偿失的 对于重水放射性 所造成的危害 国际目前公认的最好处理方式 就只有稀释 把含重水浓度相对较高的 处理水排入足够体量的 水环境当中 让单位体积内的重水浓度 稀释到微乎其微 这就是为什么 大部分核电站都建在沿海地区 且冷却反应堆 所产生的核废水 一般不会反复循环利用的原因所在 所以国际原子能机构 对核废水的排放 是有明确标准的 日方此次公布的核排污数据 如果属实 他们是把核污水中的穿浓度 降低至日本国内标准的 四十分之一 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 移用水标准七分之一后 才开始正式排放的 所以才能获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背书 当然 我知道肯定有人会说体量的问题 的确 一百多万吨的核污水 用储存罐摆在那里 看起来是很吓人 可是日本人也不是说 快一下就把这些核污水 全都倒到太平洋里的 他们是分了三十年 总辐射量900多TBQ 平均每年30多TBQ 这个数据 其实是小于国际上 很多一线核能国家的核汇水放射物质排放量的 比如我国 算了 怕有些人跳脚 不比如了 真感兴趣的 可以自己去查 这些数据 都是在国际原子能机构 官网上有统计且公开的 当然 还有一种看似相对不那么科盲的质疑 是担心生物体对种水有负极作用 但这个不科盲的质疑 其实也只是看似而已 因为水是一种在生物体中代谢最频繁的物质 迄今为止的研究中 没有任何研究表明 种水能够在生物体内产生负极 所以 科学家制备种水 才需要笨笨的使用离心机 种水 如果真能在生物体内负极 直接养海草榨汁 或者下海捞鱼 它不香吗 更何况 人类核能发电也搞了几十年了 核计排到海洋里的核废水总量上千万吨 真要负极 早就负极了 所以说 一千到一万 围绕福岛和排污 各国争的 其实不是一个科学问题 而是信任问题 二 请注意 我在之前的论述中 一再强调了 如果此次福岛和排污 日方所公布的数据属实 则 在我看来 对福岛和排污 唯一有效的一种质疑 只可能出现在针对这句话上 如果日方公布的数据做手脚怎么办 如果国际原子能机构 被日本人收买了怎么办 只有这种的质疑 才是真正可以说一说的 目前国际上反对日本和排污的国家 大多给出的方案都是进行第三方监督 也就是在日本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之外 再组成一个包括质疑国在内的组织 决定是否允许日本进行这次排污 而这个方案确实是被日本所拒绝的 理由也显而易见 日本人担心这样一个决定性组织的建立 会让与其不友好的国家捏住软肋 不仅和排污遥遥无期 他们还得在其他国际问题上 做出代偿性的让步 而对于反对国来说 将抗疫作为一种外交手段 提高对日要价的价码 其实也倒无可厚非 因为这是一种常见的外交博弈技巧 前几天我看到我们亲爱的胡锡进 总编写了一篇胡适风格非常鲜明的文章 就很有意思 胡总编显然就是在主张 要把国际上的外交斗争 和老百姓的正常生活分开 国家在国际上该谴责就谴责 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 该吃海鲜吃海鲜 不要抢盐 那样是给国家添乱 大家仔细评评胡总编这段话的意思 要不怎么说人家胡总编是战狼派少数 还有智商讲道理的人呢 人家其实把逻辑吕得很明白了 这其实不是科学问题 这甚至不是个系人问题 这就是个外交问题 三 我国乡村很多农民在宅基地上盖房子 修路要路过邻居时 有时需要邻居们签一种知情同意书 城市里老小区高层增设电梯 也有这种情况 这时候你看邻居们的反应 就会发现很有意思 那些跟这户人家关系比较好的邻居 一般痛痛快快就签了字 这是因为双方有这种信任和互惠默契 邻居一方面相信 行动者不会做得太过过度危害自身利益 另一方面也是觉得 今日我与你方便 明日你就会与我方便 但与之相反 那些和这户人家关系不好 甚至素有矛盾的邻居 则往往会有非常大的反对意见 这种反对其实也是基于明暗两层意思 明里是邻居和这户人家没有基本信任打底 任你长篇大论说自己修路假题不会给我带来太大不便 我一个标点符号都不相信 万一出事了 我找谁去 暗中呢 其实也是想趁这个机会拿捏一下自己的邻居 因为双方是没有彼此互惠默契的 我这次不抓住机会拿捏一下你 下次我遇上相似的困难 你拿捏我怎么办呢 所以最好是闹一下 直到对方折现给一些让步 这样才能达到无信任博弈下的利益最大化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无论关系好的邻居 还是关系差的邻居 他们或同意或抗议的行为 都是自身处境和利益的 没有太大的对错之分 只是在行动时 如果选择了后一种 需要注意两点 第一是 某位外交委员所说的 不当头 不要全村或全楼 都在知情同意书上签字了 就你死活不愿意 这样容易造恨 下次你有个什么麻烦 容易被对方联合更多人一起针对 当然如果你已经落到这种境地了 但我没说 最好是能联合几个村里面不同圈子的人一起抗议 你在从中校 这样性价比是最高的 第二就是胡总编的那句话了 我们不能自乱阵脚 比你爹刚义正言辞的抗议一句 你这样修电梯会给楼体结构带来危害 对面还没怎么着 自己家里先当了针 炸了窝了 老大义愤甜鹰的掏出U行锁 就往外冲 说这家邻居如此狼子野心 阴谋搞他全楼 看我不给他开个瓢 老二一屁股坐在地上 哇哇大哭 说完了 完了楼要他了 不行 我得搬出去住 老三 老四 一起冲下楼抢购 要在家里搭私人紧急避难所 中间还为了抢代言 互相撕把起来了 老五则一把揪住老大的衣领 说当初都是你 非要买这房子 现在楼要他了 赶紧把我凑的那份钱还给我 你猜你爹死时 脸色该会如何 而邻居没被吓唬不说 回去路上八成还得笑话你 你看隔壁老王这一家子 除了法盲就是科盲 那样洋乡可救出大了 所以我觉得 那帮靠夸大 扭曲此次和排无危害性 赚取流量的营销号主们 奉劝你们长点良心 长点你们 长挂在嘴边的爱国心 而那些被此类文章蛊惑的人 多学习一点文化知识 加强科学修养吧 至少做到胡总编说的那样吧 不要自乱了阵脚 当然我知道 营销号主们的贪心 和他们读者的愚昧一样 几乎是个常数 我怎么说 都是改变不了他们的 所以特此声明 你若非觉得 我这篇讲了一点实话的文章是 喜地是汉奸 是日吹 也随你 这说明 这篇文章本应该付费的文章 就不是给你写的 我只希望能听懂 并理解我全权诚意的读者的支持 这些人才是我们国家走向文明 理性与富强的希望 国家和社会的进步 终不能靠愚昧与偏见 掀起的狂热 我的写作 归根结底 只是希望奖礼的人 能更多些 这些人才能更多些 这些人才能更多些